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 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 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嗨大家好 我是杰西大叔 来跟大家聊聊 这个礼拜发生的一些航空新闻 其实这个礼拜航空戒还算是蛮热闹的 发生事情也蛮多的 所以先讲到前面 如果说你过年期间有打算要出国的朋友 还是提醒大家尽量的提早到机场 不管那个机场是你熟悉还是不熟悉的 能提早多早就去机场 为什么呢 其实不管是像这礼拜有碰到 朋友啊 因为轻迈有游行 所以整个道路被封闭的状况或管制状况下 导致他没有办法准时抵达机场 所以呢 他必须要花这个Notial fee跟改票手续费 那改到隔天的搬机才有办法回家 所以其实在整个行程的安排 只要是要搭飞机的当天跟回程 我自己都会是想办法进空的 不要塞太多东西 因为那些机场是你有可能不熟悉的机场 我举个例子 像是今天录音时间2月5号 日本有针对东日本发布大水警报 那在这个状况下 有可能的话 铁路系统是有可能会停时的 这代表说你如果说是透过成年机场进出日本的东京的话 今天要特别注意了 特别留意整个铁路系统的运作的状况 因为东京的铁路系统不像是北海道 他们是针对雪设计的 有雪的换机的设计的 所以呢 在整个安排下 行程上安排下 如果可以的话 提早一天去成田住 那像我之前1月中的时候 在北海道的话 我是提早一天去新千岁机场的千两站 就是千岁站去住一个晚上 来避免说 因为这样子的天后的剧烈状况影响到 我的交通系统 然后没有办法让我当大 飞机 所以这个是剧烈天后的状况下 你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 刚好桃园机场出现的浓雾的状况是 它的云高是200ft 那整体来讲的 visibility能见度来讲的话 是符合起降的状况 但是呢 这云低到200ft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因为飞机在降落前 有一个决断高度决定高度 decision altitude 那在这个高度之前呢 他必须要目视到跑道 也就是说呢 在整个流程当中呢 如果看不到跑道的话呢 飞机就必须要重飞 那当天的话其实有三四班左右 有重飞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重飞呢 其实是为了安全 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但是因为呢 因为农雾的状况 所以当天的捷新航空1月31号 成田台北跟2月1号的台北成田 还有乐陶航空的1月31号成田台北 跟2月1号的台北成田 都会做了算是预防性的取消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预防性的取消 其实杰西之前有讨论过这个议题 就是说呢 因为低成本航空的关系呢 他没有特别去拿这种低能见度的验证 low visibility的验证 那因为这样子的验证呢 除了需要额外成本之外呢 机师跟飞机都不需要取得对应的认证 所以大部分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呢 因为商业模式的关系 他们本身来讲没有都通过这个验证 国内的话呢 虎航我也知道是没有拿到这样子的一个验证 那这个验证来讲 其实呢 他不通过也是 如果是商业决策者的话也是对啦 原因是因为他们 这种低成本航空连航啊 他们都是以区域航线为主 那这区域航线来讲的话 像是亚洲啊 你要碰到这种低能见度的状态 非常非常的低 那以杰西之道的状况 虎航其实在去年大概1月的时候呢 有一个从曼谷朗曼机场回台北的班机 就是碰到这样子一个低能见度的状况 航班直接转将到了充省 所以他不是没有发生过 有发生过 但是他的比例来讲 以跟航班的比例来讲 他其实是低的 所以回过头来 这种状况下 比较容易会出现 当然就是在这种春冬交际 季节交际 变化比较大的状况 因为桃园位于领口台地的隔壁 它其实因为碰到这些那种气候的冷空气 冷暖空气接触到的 这样子产生的雾气雾霾 所以会在这种春天要来的时候 它会产生浓雾 那这个浓雾来讲的话 以一般传统航空公司来讲 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传统航空公司 其实刚刚有讲的 他们都有拿这些low visibility的一个能见度的验证 包含机师跟飞机都有 然后桃园机场跑道 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仪器降落 我们行内话叫两只猫 那K2的话可以实现的是飞机的自动降落 所以机师在只要是监控的状态下 然后就可以让飞机自动的降落在跑道上面 那当然还有很多一些前提必须要完成 那他有一些checklist 那当天我杰西在监听这个approach 就是这个进场台 桃园北区的这个进场台的时候呢 台北approach的时候 就是有听到非常多的航空公司都要求使用 CAT2的仪器降落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跟旅客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呢 你又不注意到他 你要用到他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那种别人会要飞 别人可以飞 但是你没办法飞的这个状况 这个就会有时候就看到别人飞走 为什么我的飞机不能飞 有可能就是这个状况 如果你是搭低成本航空的飞机跟航班的时候 这个就是呢 在这种剧烈贴近当中呢 还要注意到的一些小状况啦 那这种状况呢 也会发生 比如像是刚好在1月 就是也是在北海道的时候 那刚好是北海道的大雪 然后能见度也非常非常的低 那当天呢就得了库航 就因为是能见度的关系 也一样是转账到了东京 所以这个就是低能见度 然后恶劣天气碰到状况 你没有办法注意到的 一般身为旅客不会管的一些minor一点点细节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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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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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